如果之前一直有看我护肤相的视频的话 应该会发现就是这个环境不像是我的家 因为呢我家里现在就是特别特别的乱 上镜就会显得特别不舒服 所以呢我就临时租了个酒店 那我就先从成间洁面开始跟大家分享 我成间用到的洗面奶呢 现在是这个斯塔福的一个洁面泡沫 上面说是for all skin types 但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比较适合干皮 因为它我买它作为成间洁面 就是因为有一次我试到了它的一个小样 发现它很温和清洁力比较弱 就蛮适合用来作为成间洁面的 因为我所处的这个地区特别的炎热 我发现就是我早上如果只用清水 在这个季节洗脸的话 就是额头会很容易长闭口 我觉得还是要用洗面奶来洗一下 它直接挤出来呢就是这种泡沫状的 这样子 这个洁面泡沫洗完之后呢 你的皮肤不会有一种特别干净 很通透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稍微把多余的油分给带走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皮肤很干 洗完脸之后呢我用的爽肤水 直接就是用一个喷雾来代替 因为我早上洗完我的皮肤 整个护肤完之后也不要处于一种非常油腻的状态 所以呢我现在用的一个保湿喷雾是这个 它的中文名是叫雅湿 什么雅湿 说它是一款真细胞水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 什么真细胞这些呢 听起来都有点玄乎 然后呢而且它不是一款 只有保湿功能的水 它还有保湿 修护 然后舒缓 还有抗摔 抗摔这些说实话 很难能够感受得到 就从一瓶喷雾里面 但是我只说它作为一瓶 保湿喷雾来用的话呢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就是它这个喷头啊 特别的细 它喷出来 所以喷在脸上的感觉很舒服 而且我真的觉得 它是有一定的舒缓皮肤的效果 反正我喷在脸上就会觉得很舒服 我的皮肤有得到一定的镇定 而且保湿的效果确实很好 我会先这样喷一层 然后呢就这样 拍拍拍 然后我会再喷一次加强一下 它那个补水保湿的效果 爽肤水之后呢 我会用一个很好吸收的眼部精华 蓝蔻的这个大眼精华 这个在我以前的护肤视频里面也出现过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水肿的体质 特别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虽然说我手上呢 就是会有一些可以帮助我快速消肿的产品 但是这些产品呢 我一般都只敢用在脸颊 脸周的肌肤比较脆弱 我还是不太敢用这些直接来 惦记震动我的眼周 它是自带冰凉的按摩冰珠的 在眼睛上按摩的时候呢 特别的舒服 很冰凉 而且呢它是可以各种角度旋转的 冰珠按摩加上精华里面的咖啡因呢 可以帮助我的眼周 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消肿效果 大概就是像这样子 通过打圈按摩的方式 能让我的眼周呢 从一个比较水肿 比较疲倦的样子 快速恢复到比较有精神的状态 而且这个带眼精华是淡青的质地 很轻薄非常好推开 在眼周会觉得很清爽 没有负担 吸收的速度呢 也是比较快的 这样子打转按摩完之后呢 会觉得眼周的皮肤 特别是最肿的这个地方 有一种紧致了的感觉 好下面呢 就到我的面部精华 大家记得吗 它在我去年的双11的购物清单里面 有出现过 我终于最近开始用它 其实也用了有一小段时间了 它还真的蛮好用的 我忘记它里面那个橘 反正是类似于什么菊花 是菊花吗 有一颗一颗的那种小猪猪 然后呢 你在手上之后 它会爆开 你知道吗 它爆开之后的质地 非常的神奇 它本身外面这些透明的质地呢 就是也是跟淡青一样的 非常的清透的那种 但是如果你在脸上把它这些黄色的小猪猪给按破了的时候呢 它会释放出来一点点的油分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真的很适合干皮用 在夏天的时候用它用 因为它那个小胶囊释放出来的那个油分呢是一点点的 它能够稍微给你补充一点油分 又不至于让你觉得很油腻嘛 每次涂完这个精华的时候 我摸自己的皮肤 就是那种清透中带着一点点滋润 肤感一百分 但是你说它就这个功能啊 比如说它 我记得它说到的有一些修复啊 一些抗氧化的功能呢 应该是有的 只不过呢 我觉得在我身上不是那么的明显吧 就感受比较微弱 大部分的感受呢 都被它这个绝佳的肤感给吸引了 接下来呢 就是仿晒给大家看一下 我为今年的夏天准备的三款防晒产品 首先第一个呢 是Addiction家的防晒 然后呢 一个是Suku家的防晒 还有一个呢 是Hachi的防晒 就是我爱了很久的一款 虽然说呢 我之前一直给大家推荐 就是伊利斯尔的那个新版的防晒 然后我店铺也有在卖 但是我也想 就是除了店铺之外的 我也想要挖掘一些新的 好用的产品 我为什么这一次 买的都是三个都是日系的呢 说实话 我自己在用了这么多的防晒产品 之后 我个人真的觉得 日系的防晒产品 整体上更能得我心 肤感上 能够更加的舒适一点 我现在在用的呢 开封了的是这个 Addiction家的 我好像是在他们的旗舰店 直接买的 然后价格 没有特别贵 是208块钱 我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呢 它整体上的感觉呢 就是很清爽 就像没有怎么样 差防晒的那种感觉 手跟哈齿比稍微有一点点 差距呢 就是因为我在用它的时候呢 特别是在脸上抹开的时候 会有闻到酒精味 虽然说这个酒精味吧 比较淡 但是还是有闻到 所以如果你是对酒精过敏的话呢 你就不要选择它 但如果你是不是敏感肌 或者说对酒精不过敏 像我 我就是 虽然皮肤是有一点敏感的 在换机的时候 但是我对酒精这件东西本身 皮肤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用着觉得 还不错 擦防晒大概过去了 就五六分钟吧 虽然不及哈齿 一秒成膜 但也还挺快的 你们看一下 我护完肤之后的一个皮肤状况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脸上稍微还是有一点 这种痘印啊 这是刚瘪下去的 它还是有点红痘印 我皮肤本身就有一点的泛红 除此之外呢 其实整体上 看上去还是比较健康的 我现在晚上用到的这个洁面产品呢 是CPB的这个洁面膏 其实我家还有 待客精致洁面的那个囤货 但是我没有开封它 是因为今年的夏天比较特殊 我们到现在还是要戴口罩 并且广州天气又这么热 其实一天下来 脸上对不起 以往的夏天 我觉得出油量 还有脏东西都要更多 所以我会想要选择一款 清洁力更强一点的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我早上特意买了一个斯塔福那种非常温和的洁面泡沫来进行成间洁面 因为CPB这个洁面膏它的清洁力用在早上的话确实是有点大材小用了的感觉 而且它的价格也不是那么的便宜吧 但是呢我们店铺争取了这次618就是上新这款洁面膏 而且是日本原版的125克的这个容量的日本原版 然后价格呢也是争取到我们能够争取到的最低的价格319 这一次洗脸真的跟早上 其实不是早上 就是刚刚的那一次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刚刚那个呢 就是洗完你就觉得脸上的油分被带走了一些 但是这个洁面膏洗完之后 你就觉得皮肤很干净 非常适合现在戴口罩 特别多脏东西啊 油分特别多的脸上 然后晚上呢 我会最近还蛮喜欢敷面膜 但是我也没有特别频繁 一周呢大概会敷三次 我喜欢敷面膜之前先简单的喷一个喷雾 就我的一个习惯吧 还是用的这个 然后今天用的面膜呢 我就不多加给大家介绍了 好像在我好几个视频里面都出现过 因为我这款面膜真的挺喜欢的 那个效果真的是我用过很多的正 正镜舒缓型的面膜里面 对我的皮肤最有效了吧 然后我把我脸上残留的精华呢 洗掉了 然后洗掉之后呢 现在来我们晚间护肤的爽肤水步骤 我会用一个稍微营养一点的爽肤水 那就是这个费罗家的一个粉水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宝贝 但这个呢 我也是基本上只推荐给干皮了 它的这个质地呢 对于爽肤水来说 是有一定的粘稠性的 但是呢 它比起奥伦纳酥的蛋白水 我觉得就是更好吸收 更清爽一点点 保湿力度很好 虽然它整个肤感没有奥伦纳酥蛋白水 那么的滋润 但是它保湿效果真的很好 然后这个水你用完之后 可以立刻立刻能够感觉到 你的皮肤变软 就它已经做好了那种 吸收后续精华啊 面霜啊这些的准备 非常非常推荐它给干性的 已经成熟了的肌肤 就是23 24岁之后的这些皮肤都可以用 如果你还特别年轻 嗯还是上大学啊 17 18岁的这个阶段的话 可以不需要用到这么营养的产品 而且它作为一个保湿能力 这么好的精华水 我觉得它的价格真的不算贵 然后呢还是用早上的这个眼精华 介绍过的我就不再介绍了 然后我晚上的护肤步骤呢 就是多了一个精华产品 所以呢我会先用第一个精华 还是早上的这个 我也不多介绍了 直接上脸 然后我用到的第二个精华呢 是这个大名鼎鼎的紫米精华 这个的话呢 就完全是只推荐给那种 需要去紧致肌肤的熟灵肌肤 就我做过皮肤测试 我的皮肤是属于那种 不那么容易长皱纹的皮肤 但是要防止就是皮肤松弛 所以我会做那个按摩仪啊 去提拉它 这个的话呢 也是紧致我自己的皮肤 这个精华的质地 它本身就很像紫米粥 然后呢 它抹在脸上也是很好吸收的那种 因为我现在的皮肤呢 其实整体上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有弹性 然后也没有什么松弛下垂 很严重的状态 所以我用它主要是一个预防的作用吧 到了晚上眼周的护肤肯定就不能只用一个精华了 我会用到一些更滋润的产品 蓝蔻的这个精唇眼霜 给大家买礼物的视频里面呢 我就有送给大家一个精唇眼霜主打的淡纹凝润 因为我当博主的关系呢 我会经常要适用很多的彩妆产品 眼部的彩妆产品 还有就是像刚刚这样子 在短时间内洗了两次脸 影响最大的真的就是眼周 因为眼周的皮肤是比较脆弱的 经常这样做呢 我的眼周有时候就不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戴妆时间久了之后呢 眼周就会特别干燥 会出现一些纹路 卡粉啊什么的 精唇这个眼霜 因为它的滋润力度很足 而且它的滋润力是可以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的 所以它用在我的眼睛下面 真的可以比较有效的帮助我改善 我眼周这个状态不好啊 或者说卡粉的这种问题 这款眼霜它的质地是那种绵绵的奶油炼乳状 它跟皮肤接触之后呢 就会有一种融化开的感觉 很好推也很好吸收 我一般就喜欢少量 然后上两次 这是第二次 刚刚那个是第一次 我就是有这个眼纹困扰的同学呢 也是可以尝试一下 蓝蔻精唇的这个眼霜的 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我晚上会用的面霜 然后这个面霜我要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下 我真的觉得很好用 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 包装就很好看 但是到现在呢 我都不知道这个面霜 它到底怎么念 我真的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绝对有超过大半年的时间 没有对一个面霜如此心动过 就觉得它真的很好用 虽然它的价格还是不便宜 但我还是想说它的性价比很高 因为我买的时候呢 它大概是500多块钱一颗吧 然后呢是有50毫升 用下来的感受 我在第一次用它的时候 我说天哪 因为它的那个肤感真的是像千元级别的面霜的感觉 它这个面霜的质地就像冰激凌一样 太舒服了 在脸上 而且它跟刚刚蓝蔻的那个精唇眼霜一样 是那种遇到皮肤的温度 然后触敷的话呢 就会慢慢的软化掉 很好吸收 推开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融进你皮肤里的感觉 哇太舒服了 我每次用这个面霜都觉得是一种享受 唯一唯一一个缺点啊 就是可能是缺点 就是它香味有点重 然后涂完之后呢 你会觉得你的皮肤 QQ弹弹 比较 也是比较充盈饱满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看我刚刚抹的量不少 我现在摸皮肤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那种滋润的黏度 一点点之外 完全不会油腻 它是那种润到你皮肤底子里的感觉 它不会停留在你的表面 给你的皮肤表面造成一种油乎乎的假润感 对一个滋润力比较强的产品来说 它的肤感真的算是比较清爽了 太舒服了 我的天 这款产品 我觉得我可能就今年的年度爱用面霜 必须有它的一席之地 后完肤 晚间一套护肤下来呢 就会享受自己皮肤 处在一个我很满意的状态 除了就是有一些痘因之外呢 因为皮肤好不好这种 还是天生决定很大部分 就是在我皮肤天生的能力范围里面 已经能够达到一个我很满意的状态 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的视频内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